记者汤士明张化报道,张化是张南路一家加油站今天清晨4时30分传出强盗案,30岁张姓男子涉嫌持水过刀行抢加油员7200元后逃逸,不过齐航宗俊署被警方锁定,四小时后巡线逮阔,张南公称是因为家里有两个小孩要养,遂挺而走险犯案, 其妻接获通知赶到派出所时满脸错愕,张南悔不当初,夫妻抱头痛哭,张化警分局今天清晨4时30分许接获民众报案指出,张化是张南路某加油站遭一名男子持水果刀墙到现金7200元,警方调阅加油站及路口监视器,发现男性抢前驾驶一辆红色轿车, 所定住在张化市的30岁张姓男子涉嫌重大,且张南犯案前还先将轿车停在加油站附近,犯案后开车返家,在骑乘机车前往某宾馆藏匿,警方出动大批远警赶往该宾馆, 将张南当场查获盗案,起出水果刀余5200元赃款,张南公称已花掉2000元,张南公称,他是因为经济出问题,家里又有两个小孩子要养,只好挺而走险犯案, 其妻接获警方通知赶底派出所时,对于丈夫净犯下强盗案感到错愕,张南则因一时冲动入下大错,不断向妻子忏悔, 夫妻俩抱头痛哭,警方则认为,张南好手好脚,不思寻政场管道谋职杨家,竟选择走接近犯案, 如今后悔已晚,全案在侦讯后,将张南依强盗罪嫌疑送法办。